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很多 有竹席 草席 藤席 亚麻席等等 今天要介绍的这件国宝就是一件梁席 它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象牙思编之席 提到象牙工艺品 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千姿百态的象牙雕刻 可是有一种象牙制品人们却很少能够见到 它就是用象牙编制的梁席 有人会问象牙制地坚硬 用它怎么能编制成柔软的梁席呢 象牙席是巧夺天工之作 对于原料昂贵 制作困难 生产的数量非常稀少 只有皇亲贵族才能享用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 清宫也仅收藏有五张象牙席 那么这五张象牙席现在都在何处呢 新中国初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在登记文物时只发现了一张象牙席 这张象牙席色泽洁白保存完好 为了叙述方便 我们称它为一号象牙席 时隔不久 山东省烟台市通民间收购了一张象牙席 根据专家分析 这张象牙席原来也是清宫旧藏 相传被太监偷盗出宫后流落民间 现在收藏在烟台市博物馆 我们称它为二号象牙席 1977年的一天 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在清理清宫旧物时 打开一卷台湾草席 发现里面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布包 打开布包 惊奇地发现 里面竟然裹着一件西式珍宝象牙席 这件象牙席 表面平整光滑 纹理均匀细腻 在惊叹之余 人们不禁提出疑问 为什么把如此珍贵的象牙席 包裹在台湾草席里呢 这到底是谁干的 文物专家分析 事情可能发生在清朝末年或上一世纪初 那时皇宫管理混乱 偷盗成风 很可能是宫廷太监或官员 趁混乱将这张象牙席藏匿在草席里 企图偷盗出紫禁城 不知什么原因 偷盗者没有得逞 象牙席在草席里一待就是几十年 直到1977年才被发现 我们称这张象牙席为三号席 其余两张象牙席至今下落不明 在中国 象牙席的编织制作历史悠久 《西经》杂技中就有 《汉武帝以象牙为殿赐礼夫人》的记载 说明可能早在汉朝 中国就掌握了象牙席的编织技术 到了清代 象牙席的制作技术更加完善 清宫中的象牙席大多由广州艺人制作 由于制作工艺非常复杂 数十位门工巧匠要花几年时间才能生产一张象牙席 那么象牙席是怎么编织出来的呢 名人祝经兆在《冶迹》中对象牙席的编织方法做了细致的描述 凡象牙席之中 稀释竹条纵传于内 用法竹软竹条抽出之 柔韧如线 以之为习 象牙边席展现中华绝境 深藏皇宫 世人南北一切 国宝大案为您讲述象牙司编织时的神秘故事 制作象牙席的工艺非常繁琐 先要把硕大坚硬的象牙用药水浸软 按照象牙细腻柔韧的纹理 把象牙披成宽0.2厘米厚薄均匀的薄片 打磨出洁白的光泽 再编织成人字形花纹席 这种席子柔软凉爽 富贵高雅 深受皇室成员的喜爱 然而在清雍正十二年 雍正皇帝却下旨禁止生产象牙锡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入夏的一天 天气闷热无比 正物缠身的雍正皇帝烦躁不安 夜晚更是难以入眠 身边的侍从忽然想起一样东西 小心翼翼的取出来 铺在龙榻上 这就是象牙席 象牙席 象牙席质地柔软 比草席竹席更凉爽一人 雍正皇帝躺在象牙席上 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大臣见雍正皇帝喜爱象牙席 就投其所好 纷纷进宪 在清朝的皇帝中 雍正是一位比较节俭的皇帝 他认为象牙席耗资巨大 劳民伤财 开奢靡之风 在雍正十二年 也就是1734年四月 传下圣旨 明令禁止生产象牙席 以表示自己公亲勤俭 雍正皇帝传下预制后 象牙席的制作数量大大减少 前农潮之后停止了生产 象牙席非常珍贵 一直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 很少有观众能见到他们的珍容 2006年2月 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 故宫博物院宫廷珍宝展 在上海博物馆隆重开幕 精品褪翠 连忙满目 令人叹为观止 在珍蓝神秘色彩 独具魅力的展品中 就有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被我们称为一号席的象牙席 这张象牙丝编织席 长216厘米 宽139厘米 织纹呈人字形 席的四边包蓝色断边 席面平整光滑 结白细腻 是巧夺天宫之作 充分体现了中国清朝工匠们的聪明和智慧 在象牙席展台前 参观者长久驻足 仔细欣赏 这件及中国传统工艺一身的象牙席 以其神奇的魅力深深的吸引着众多的参观者 人们无不为他精湛的工艺所折服 好了 观众朋友 象牙丝编织席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国宝档案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纳尔逊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中国文物 看 这把中国明代的黄花梨圆后背交椅 就算得上一宝 在全世界也不超过十把 星桥书展 渐显妙手天成 国宝档案 为您再现明代黄花梨圆后背交椅的风采 一海分成的国宝 一海分成的国宝 国宝档案 国宝档案